這天一早我們就早起搭車來去門司港 但是如果我們想要用那個3-day pass的話 我們就必須先搭到小倉站才換車 雖然說搭了三陽新幹線到那邊可以省一半的時間 但是從20分鐘變40分鐘其實也沒有多多少 所以我們才決定還是搭乘一般的列車前往小倉換 門司港在以前應該算是一個蠻繁華的地方 因為以前門司港是日本的三大港之一 現在經過整修之後其實規劃的也還不錯 保有了蠻多古老的那個氛圍感 其實整體來說我還蠻喜歡這裡 接著就來看一看門司港還有對面的堂戶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地方吧 身為一個觀光客第一站當然是要在門司港車站拍拍照啊 門司港車站的設計風格是文藝復興時期的 那歷史真的非常悠久 比東京車站還要更古老一點點 是一座被日本認證為文化財的一個車站喔 接著我們就要從門司港這一邊搭渡輪去對面的堂戶 那這種小船就很像是在淡水巴黎之間的那種渡輪 算是這一邊的一種通勤小工具啦 雖然說看起來沒有開得很快 但其實在二樓的那個甲板 風還蠻大其實吹久了頭超痛 San High Home的概念 航程還蠻快的 大概10分鐘左右就到了 這邊有一個還算是蠻有名的食物就是河豚 那這邊的河豚料理其實也蠻貴的 那我們也沒有到真的很想吃 再加上網路上評價好像也沒那麼好 所以後來就沒去吃河豚料理了 找不到東西吃了 怎麼辦 接著就誤打誤撞找到了這一間 都是歐巴桑在經營的日式家庭料理店 他有賣一些烏龍麵啊 一些丼飯的套餐 他都超便宜的 然後還蠻好吃的 推推 蛤 整腸餓廚 意思是祈禱不要繞賽嗎 逛著逛著又看到一個更可愛的東西 這邊的工人在施工的時候把那塊塑膠帆布直接放在那個石獅子的頭上 看起來超呆 這個神社基本上沒有什麼太特別的東西 但是既然是一整條完整的一個觀光動線 有好幾個點 所以順著走都一定會經過 草莓還好 但是荊棘很好吃 接著我們就走去當初清朝跟日本簽訂投降條約 也就是把台灣割讓給日本的那個馬關條約的所在地 春帆樓 那春帆樓基本上就是一個餐廳跟旅館 也就是當初簽訂條約的所在地 但中間有因為空襲所以被炸毀 現在是重建後的版本 那日清講和紀念館 則是旁邊的那一棟小建築 裡面有記錄著一些當時所用的文件 跟一些 照片等等 那這一座日清講和紀念館 其實有一個還蠻酷的點 就是他有用那些家具啊 裝潢來呈現當初簽約時的場景 搭配著那些歷史的照片 其實看了覺得還蠻有料的 順著那條路走 旁邊就是赤尖神宮 赤尖神宮的用色還蠻漂亮的 用珠紅色來去做粉刷 然後再搭配著一些還蠻好看的壁畫 整體還蠻有氛圍的 赤尖神宮主要是用於紀念跟祭祀那一位安德天皇 安德天皇其實活得很短 大概只有活了六歲而已 主要就是被攻城掠地的時候 逃難的途中 他跟祖母一起投海自殺 那他死亡的時候才年僅六歲 超可憐 搭船快趕不上了 但是我們又不想等下一班半個小時後的船 所以全部跑起來 搭船快要趕不上了 來來後面慢慢走 結果我們的運氣真的還不錯耶 趕上了那班船之後 搭回來又剛好遇上了蘭義門司 也就是一天只有六次的蘭義橋打開的時間 那個橋會微微升高到60度的位置左右 來這裡的行程我還蠻推薦是先搭船過去對面的下關區 然後晃完一圈之後再回來這裡 下船之後沿著步道往蘭義橋的方向走 過了蘭義橋之後就可以看到這一整區都是門司港懷舊地區 那這附近還蠻多當地有名的建築物啊 就可以逛一逛拍拍照 我現在要去找香蕉人 接著繼續沿著那一圈的港口走 就會走到當地很有名的香蕉人地區 那就可以跟那個香蕉人一起合照還蠻好玩的 日本最用心的就是他把各種動漫卡通都結合在城市觀光 有的地方是寶可夢 航海王之類的 真的很細心 接著我們就經過門司港車站 前往當地有名的燒咖哩名店去吃他的燒咖哩 最爽的是一開始提及的 北九州五千塊的券 在這裡也可以用 買一些明信片啊吃東西都可以用那個券來消費 超爽 燒咖哩基本上就是一個咖哩飯 然後上面加了一顆生蛋之後 再鋪很多起司拿去烤的一個鱸鱷咖哩 再來我們就要搭車前往小艙站去逛逛 反正都要在那邊轉車了 乾脆就去小艙城也逛一逛 走一走看那附近有什麼好買的 在我們要從小艙站要前往小艙城的路上 首先我們會先經過小艙中央商店街 那個街上也是跟日本的各大市場一樣 弄得乾乾淨淨 很舒服 裡面也是蠻多看起來好吃的東西 但我們真的才剛吃完燒咖哩 其實完全吃不下 只好先Pass 再來就是走過這一座 看起來很古老的人形路橋之後 到河的對面前往那一群看起來很奇怪的建築區 就會找到往小艙城的方向 其實沒有到走很遠 連路這樣子走走看看 也還不賴 很快就到了 對這就是我說那個很怪的建築物 這個購物中心設計的真的蠻漂亮的 還蠻特別的 穿過它之後再往左邊走 就會往小艙城的那個入口 雖然說我們也是誤打誤撞找到的啦 可能大門不是這個方向 是小張城 喔有味道 反正一樣又是小艙城快要結束營業的時間 所以我們還是沒進去 於是我們就打算在附近繞一繞 拍個照之後就離開 前往旁邊的Shopping Mall 重點來了 那個5000日幣一樣可以在這個Shopping Mall做使用 裡面的GAP ABC Mart 都可以用 超讚 總之我們就大包小包的帶著這些東西回去博多 去飯店放好東西之後 前往一間我們超期待很有名的燒肉店 叫做肉屋肉衣 那主打的就是高品質又平價的和牛燒肉 結果我們10點多到這裡的時候 他說應該排不到我們了 前面還有很多主客人 叫我們之後再來 所以這個畫面是後來再來排第二次才有吃到的畫面 我們那天真的沒吃到 超可憐 但真的很好吃 推爆 人均才600 一定要去吃